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赛 今天我们照例开个包裹 在拼多多上买了20双南极人的黄钩丝透气生猪袜 我们打开看看 这样的包装还是挺精致的 我以前在淘宝上买的这个五毛钱一双的 什么都没有,橡皮金房就发布了 这居然还有包装 20双是12.8元 比这个稍稍贵了一点 似乎感觉质量不错 这种基本上是一次性的 穿一次不破,穿个两次三次肯定破掉 来,我们捡个洞试一下 看一下两边的弹性 这个是南极人的 这个是五毛钱的 弹性来说五毛钱的稍稍大一点 现在考验双方实力的时候 剪个洞 这剪个洞 这也剪个洞 拉一下 这样 南极人的 南极人的更老一点 这样拉的话,明显手感觉到疼了 线到那里 明显是用力的话,手很疼的 哇,这个很牢 质量真的好很多 没想到 刚刚是树的 现在我们剪横的 再拉一拉 这也剪个口 好了,再来试一下 现在是横的拉 这也卡住了 那还是可以拉开的 哇,可以撕成两半 看看能不能把它撕成 也能撕成两半 好,我们继续撕 显然把南极人撕成两半 南好多 也终于撕开了 这个简单好多 非常容易 这已经变绳了 这已经变绳了 那先到这里吧 从这个丝袜子的情况来看 这款12.8元的袜子 比我五毛钱一双的 要难撕一点 这取如何 要等穿了才知道 看看究竟能穿几天 反正这种袜子 穿一二三天 就没了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 先到这里 咱们下回再见哦 如果喜欢我的小伙伴 也可以关注我 下期节目更新 就会有提醒了 那么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